hello 大家好 放牛的一天又开始了 现在这个 有地方放牛还是比较舒服 这牛一赶出去 到了这个 时间中我们也可以撤了 牛不会乱跑 再跑了就会 躲在阴凉柱休息 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再去把它赶回来 走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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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一天天的 今天又想放个方向 平时都走那边的 看这四条小娘 妈都找不到喽 走 个子都差不多 现在牛啊 已经让他在那个大山里面 吃完饭 下午去赶 三点钟差不多 就可以赶回来 把鸭子放出来 现在我的鸭子都 全都叫动物桥 你走你的羊 牙关独木桥 我走我的牙关大 好 把他们吸引过来 吃着那个味道 哎呀好搞笑 能不能再搞笑一点 这个 能不能 太好看了吧 看这 这就省得抓 关注快点关注 太可爱了 你们怎么那么可爱了 虽然可爱 长大了 阻挡不了 我吃你们的决心 来来来 别闯 这样在外面吃 这个打碎点 那个羽毛 这个太阳一照 那又干了 那个 估计都是饱的 都不吃死料 都不掉喝水 嗯 渴了 要换大壶了 这些鸭是第几天了 七个礼拜 刚刚第七天 出生的第七天 再过这个七天 应该就可以出去了 你确定 那些鸭子都没出去 他们能出去 我那些鸭子早就可以出去 就是那边的水稻还没割 那过几天哪里割了 差不多 割了全部赶出去 混在一起 他们会搞熟吗 应该可以 还好啊 还多少只 95只 还剩5只 还算成功了 这一次 毕竟是刚出壳的鸭子 之前买了 出生了四五年的鸭子 都一直养不成 还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你没发现一个新商机啊 刚出生的三块五一只 养了一个星期的六块一只 像我这个可以去卖啊 六块一只 六块一只 别人都有钱的 现在哦 六块是不值的 你下次就去买这种刚出壳的鸭子 给它养了一个星期 然后去去卖 卖六块钱 真的 真可以 你看现在技术又到了